一个身材曼妙的女人正缓缓走来 瀑布般的长发 绞好的面容宛如人间有物 她的每一次出现 都会瞬间吸引所有男人的目光 可如此美丽的她 最后却落得这般下场 被人从屋子里拖出来 疯狂地殴打着 撕扯衣服 女人毫无还手之力 却迟迟不见有人伸出援手 衣不避体的她 在绝望中被人剪去一头秀发 趴在地上宛如一条人人唾弃的狗 女人名叫玛莲娜 住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在彼时整个世界都在二战的硝烟中时 这个时候的西西里岛还是一片祥和 玛莲娜的父亲在学校里叫拉丁文 因为听力不好 总是会被学生戏弄而不自知 小雷是她班上的学生 也是几个少年中的一员 自从见过玛莲娜一眼后 脑海中她的身影再也挥之不去 甚至浑身燥热到整晚整晚睡不着觉 因为有个同伴谎称 玛莲娜给她钱帮自己买烟时 故意退下了睡衣挑逗她 小雷戳穿她的谎言 说她只是想获得大家的羡慕而已 赵连们互相嘲笑挑衅 打闹在一起 尽管明知是玩笑话 但小雷还是翘了课 还只有12岁的她 单薄的身体和自行车尤为不搭 她守在玛莲娜家门口 想要再一堵她的容颜 玛莲娜打开了门 招呼她过来拿钱帮她买烟 手中的硬币故意掉落 却小雷捡钱时 特意露出了性感的大腿 可惜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小雷的幻想而已 小小年纪的她渴望着长大 甚至偷拿了父亲的西装 改成自己的尺寸 因为这件事 外加逃学的事情 小雷被父亲狠狠训斥了一顿 冒着宵禁出门被惩罚的危险 小雷翻出了窗户 偷偷扒在玛莲娜家的窗户前 偷看对方 独自一人在家的玛莲娜 穿着吊带睡裙 一旁的相框中 是她和丈夫的结婚照 照片中的她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理发店里的男人们 话题围绕着玛莲娜 原来 丈夫使扣弟和她结婚没多久 就去参军了 男人们纷纷讨论着 以玛莲娜的美貌 肯定不会独守空房 肯定是有秘密情人的 这天 小雷拿着望远镜又来了 刚洗完头发的玛莲娜 仰头靠在椅子上 正由湿答答的头发 垂在椅背后 小雷忍不住又开始了幻想 她想象着 自己就在那里湿发的下面 贪婪的用嘴巴 接住低落的水珠 晚上 小雷又冒险过来偷窥了 今天的玛莲娜 一天时不小心滑落的肩带 让小雷目睹一片春光 唱片机里传来悠扬的音乐声 玛莲娜抱着丈夫的照片 在屋子里翩翩起舞 扭动的身子 让外面的小雷看得目不转睛 第二天 小雷就去音像店买了同款唱片 听着音乐 翻看着手里的成人小卡片 性感的玛莲娜 又一次走进了她的幻想中 甚至主动对她投怀送抱 小雷把自己对女神的渴望 写在信纸上 然后任由海水带走她们 一下课 小雷就骑上自行车 装作漫不经心的 追随着玛莲娜的脚步 仿佛一个小骑士一般 看着她从一间房子里 缓缓走出来 身边的男人们 眼神中满是渴望 但玛莲娜目不斜视 她不想理会这些世俗眼光 一个猥琐的老男人 打着问和其父亲的名义 吻了玛莲娜的手背 看向周围人的眼神中 充满了得意 玛莲娜继续往前走 无视众人的注视 小雷骑着车一路跟随 看到她走上台阶按下门铃 上面的人丢下一串钥匙后 玛莲娜开门进去 小雷经不住泛起悲伤 难道世人的猜测是真的 坐在电影院里 小雷把荧幕上的男女主 幻想成了自己和玛莲娜 她多希望玛莲娜只属于她一人 既然成为了男人们眼中的女神 那自然也就成为了 女人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听到那些妇女们 对自己的言语重伤 玛莲娜没有理会 一如既往的优雅走过 她并不关心这些人怎么谈论自己 小雷鼓起勇气和她擦肩而过 但女神根本没有注意到她 跟着玛莲娜又来到那间屋子 为了搞清楚里面的人到底是谁 小雷爬了上去 原来玛莲娜每次过来 都是来看望父亲的 小雷忍不住笑了 每晚依然沉浸在 对玛莲娜的幻想中无法自拔 不久 玛莲娜的丈夫阵王的消息传到了这里 哀悼的人群中 没有见到玛莲娜 小雷爬进了她家 发现玛莲娜正在床上哭泣 她忍不住吻了她 这是她在梦中做了无数片的事 小雷告诉玛莲娜 自己会永远伴她左右 只需要给自己时间长大 一回神 又是她在脑中的幻想 她多希望能亲自给予这个女人安慰 抬球室里 男人们更加肆无忌惮地谈论玛莲娜 言语中满是侮辱性的字眼 在这里当适应生的小雷 偷偷吐了口水在茶水里 这是她爱玛莲娜的方式之一 与那些男人不同 与人们聚在一起 大肆诋毁着玛莲娜 小雷就向他们的包里撒尿用来报复 心事无处诉说的小雷来到教堂 祈祷耶稣可以保护玛莲娜几年 然后由自己接受 平日里 小雷坚持不懈地偷窥着她 玛莲娜的隐忍和失魂落魄 被她看在眼里 趁着她进屋后 小雷翻墙过去 偷走了一条内裤 盖在头上满足睡去 这一幕 却被来叫她起床的父亲看到 结果可想而知 内裤也被母亲一把火给烧了 因为这件事 小雷被父亲关了禁闭 无法再去看女神的她 拒绝进尸 无奈之下 父母只能找来了医生 医生表示 孩子需要偷偷气了 一句话让小雷的反抗有了成效 她自由了 骑着自行车直奔玛莲娜家而去 可随着她手管的时间越来越长 也有越来越多的男人 游荡在她家附近 这让小雷开始慌了 像往常一样摸黑偷窥时 看到一位军官正拉着玛莲娜的手 眼看军官吻伤了她 小雷用手做枪 透过小洞 在心里居杀了这个家伙10086次 亲密过后的两人互道晚安 刚出门的军官看到了另一个男人 她是个牙医 她说玛莲娜是自己的未婚妻 两人为此大打出手 动静引来了一群人 牙医妻子大骂玛莲娜是当妇 这件事在第二天便传遍了大街小巷 玛莲娜成为了专门破坏男人家庭的狐狸精 每个人都等着看她的笑话 受尽羞辱的父亲从学校辞职 也拒绝再见女儿 大街上 那些男人不怀好意地打着招呼 玛莲娜不理聪聪没有理会 走进了律师所 同样别有企图的律师 也赶紧喷了香水迎接她 军官和牙医斗殴的案子开庭了 玛莲娜否认了自己是牙医的未婚妻 也拒绝交代自己和军官的关系 律师此时发声 玛莲娜什么错都没有 唯一的错就是长得太美丽 从而招来妒忌 在律师的巧舌如簧下 玛莲娜被判无罪 晚上为她赢得官司的律师 抱着玛莲娜共舞 察觉到了对方的意图不轨 玛莲娜拿钱给律师 想让她离开 背下逐客令的律师 可不想轻易离开 暴露本性的她 将玛莲娜逼到了卧室 看着亲爱的女人被侵犯 外面正偷窥的小雷却无可奈何 还不慎掉了下去 浑身伤痕的小雷 打断了耶稣雕像的手臂 作为她没有遵守约定的惩罚 做法幼稚 却不免让人有些感动 心中对女神的向往 让她一不小心 就把讲台上的女老师 想象成了玛莲娜的模样 时间一天天过去 律师向母亲提出 想要迎娶玛莲娜为妻 却被轰了出来 理由是玛莲娜会让他们家蒙羞的 律师落荒而逃 那些看好戏的男人们轰哨一片 付出了身体 却依然没能得到依靠 玛莲娜心事重重的走在大街上 男人们开始公然调戏她 她只能夺路而逃 机场碌碌的她 只能出卖美色 只求能吃点东西 这时的战况发生了变化 意大利遭遇空袭 所有人跑向离自己最近的防空洞 战机离开后 人们在废墟中寻找着尸体 玛莲娜的父亲被垮她的墙体压死 可怜的她 这下是彻底无依无靠了 很多人都来参加了葬礼 但真正哀伤的微乎其微 他们只是想借机开油而已 小雷看到玛莲娜对着镜子剪短了长发 生活接近绝望的她 正在开始步步走向沉沦 之前给了她食物的小哥 带着东西敲开了门 然后迫不及待的扑向了玛莲娜 一边发泄一边承诺 自己下周四还会带东西来 曾经那么遥不可及的女神 如今变得如此廉价 忍不住流下泪的小雷 无奈地跑走 第二天 改头换面的玛莲娜走在大街上 她的短发染成了绚烂的红色 穿着性感的衣服 性感的嘴唇抹上了口红 摇曳的身姿穿过人群 孤独且美好 玛莲娜静止坐在一张椅子上 拿出了一根香烟 顶刻间 周围的男人们迅速伸出了点燃的火机 她的眼神空洞悲哀 选择了接受 玛莲娜一次次的出卖身体 让她逐渐变得富足 看着她和另一个妓女 上了德国军官的车 真受打击的小雷晕了过去 母亲以为她是中邪了 请来牧师为她祷告 但她的父亲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她不止一次的 在深夜听到儿子房间不和谐的声音 孩子已经长大 心病还需心药医 懂得男人这点小秘密的父亲 把小雷带到了妓院 面对这堆女人的挑逗 小雷无动于衷 直到她看到门边那个 酷似玛莲娜的妓女后 小雷这才在父亲的允许下 走进房间 这一夜 小雷真正变成了男人 时间一晃 意大利重新夺回了主权 整条大街上都是欢呼的意大利人 一个胖女人提议 大家去惩罚下那个当妇 一群妇女义愤填膺地 冲进德军曾住过的房子 抓着玛莲娜的头发 将她脱了出来 他们疯狂地撕扯着她的衣服 昔日那些垂涎起美色的男人们 全都不敢上前 一脸焦急的小雷也同样如此 她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满身血污的玛莲娜 被那些女人争先恐后地剪去头发 狼狈的玛莲娜只剩下绝望的哭喊 她向那些男人投去求助的眼神 但无一人理她 甚至连一件遮住身体的衣服 都不愿施舍 在女人们的驱赶声中 玛莲娜狼狈地逃走 画面一转 玛莲娜将自己包裹在一身黑衣中 戴着头巾的她 低着头挤在离开的人群中 不远处的小雷 无力地目送着她的离开 这个美丽的女人 被狭隘嫉妒和误解折磨后 终于还是离开了这个冷血的地方 不久后 一辆车停在了一片残垣断壁前 一个失去右臂的男人下了车 她正是玛莲娜的丈夫 史扣蒂 回到曾经的家 这里已经成为了难民营 难民们表示 他们来的时候 这里早已空置了 史扣蒂不得不寻求政府的帮助 他来到大街上 试图询问自己的妻子去了何处 对方却不懈地告诉她 或许在妓院里 肆意调侃着玛莲娜曾经的过往 史扣蒂挥起拳头打向对方 却因为寡不敌众 只能看着几人扬场而去 小雷一直跟在她的身边 扶起石扣蒂 却不知道该如何告诉她真相 无处可去的石扣蒂 只能和难民们一起 住在了自己的家里 小雷从窗户丢进来一封信 镜上说 这里的人只会造谣重伤你的妻子 但是请相信我 你的妻子忠贞不语 你是她唯一深爱的人 石扣蒂背上行囊坐上列车 她要去寻找玛莲娜 时间来到一年后 小雷有了女朋友 大街上了一片祥和 突然变得躁动不安 所有人的目光被同一个方向吸引 不远处 玛莲娜挽着石扣蒂回来了 她有了鱼尾纹 也胖了一些 穿着保守的套装 不再像以前那样妖娆动人 仿佛那些屈辱和伤痛都已经不在 夫妻俩穿过惊讶的人群 信不上前 小雷看着他们 眼中有着欣喜 也有着哀伤 菜市场这边 女人们全都注视着 来到这里的玛丽莲 窃血思雨 曾经首当其冲 要惩罚她的胖女人 对玛莲娜的现状很满意 毕竟如今的她不再光彩动人 你够不成威胁 她故意叫了声 屎扣地夫人 玛莲娜回头 看了看四周 淡定沉稳的回了去 早安 眼看玛莲娜回归了平凡和平静 这帮曾经伤害她的女人们 瞬间就接纳了她 纷纷和她打着招呼 还给她送了新衣服 和当年一样 骑着自行车的小雷 还是在不远处注视着她 走到半路的玛莲娜 袋子没拿稳 东西滚落一地 小雷快步上前帮她捡起东西 她终于可以坦然地上前 为她帮忙了 玛莲娜只说了句 谢谢你 离开时 玛莲娜回头朝她淡淡一笑 小雷知道 当年自己所有的爱恋 已经不在了 骑上自行车 小雷仓皇离开 她会爱上很多的女人 但唯独她 她会永远记得 戏戏里的美丽传说 相信片名已经不用我多说了 这是一部让人难过 而压抑的片子 小镇上的居民愚昧又肮脏 人性的恶被放大 纵然她们最后表达了微薄的歉意 但玛莲娜所遭受的痛苦 永远也无法挽回 作为意大利国宝级美女的 莫尼卡贝鲁奇 在片中贡献了许多大尺度的场面 一颦一笑都透露着女人的魅力 和那些人的丑陋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泡面 咱们下期再见